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人是 是 你在问废话吗 当然是白雪公主啊 什么 这神明师有什么问题 这也是那个男人婆 将童话故事改编 生动的演出 参与星光大道青少年表演教室的36位学子 在六天课程的扎实训练下 进行成果展演 我可是神灯精灵 演出成功 基隆市政府与故事工厂 首次合作的 星光大道青少年表演教室 成果丰硕 参与学子们从一开始的害羞 到现在站在舞台上 展现自信与对表演的热爱 让在场观赏的 营队老师与家长和贵宾们 相当感动 对我觉得很好看 然后还有你们很多那种 很自然很可爱的反应 就是像我们这种表演过很多次的 是很少会有这样的反应 但是在你们身上 就是有那种很自然 又很讨喜很可爱的反应 我觉得你们真的好棒 给你们自己掌声鼓励一下 是谁 这么大摇大摆的走进来咯 哎呀 是反应了是不是 怎么现在才回来呀 我怎么晚 这么晚了 什么教室啊 都又没有做 然后还有很厉害的是 我觉得你们把 有些人把角色的说话方式 还有角色的性格个性 都弄得很有特色 就是很有记忆点 所以我到现在还有一些角色 我现在印象还是很深刻 对 然后我真的觉得 你们真的非常的厉害 然后希望在未来的路上 你们可以在表演的路 可以继续学习 因为表演是学不完的一条路 那小朋友在短时间那一个魔鬼训练营 他们大概体验到的是一个人际之间的沟通 然后团体之间的合作 那他们去体验一个从陌生到熟悉的过程 然后今天他们需要突破这个障碍 然后看到没有到人群 但是在看到观众席的时候 我相信他们需要鼓起勇气 那这个第一步对他们来说是很不容易的 我觉得光是这个第一步的勇气 就是他们今天需要得到的能量跟礼物这样子 这么年轻的小朋友就有这个机会 可以参与这样子的一个剧场的人才培育 我真的很感谢故事工厂 那也很感谢我们的明星讲师们 对 因为我觉得在小时候 然后就可以去学习肢体的表达 然后去探索整个感官的一个发展 我觉得真的是一件非常机会难得的事情 那今天非常开心 因为经过六天的这样丰富的课程的洗礼 我相信同学们 他们不管是在肢体表达语言上面 或者是在对于这个产业的了解 甚至是在于感知他人的部分 都有非常棒的收获 那我们也很感谢今天 有这么棒的导师群跟评审群 包括故事工厂的整个团队 带给基隆这么棒的课程 透过首次的表演迎对课程 让外界看到市府相当重视表演艺术与人才培育 也让参与学子有机会认识剧场的幕前幕后 开启视野 可说是一次相当难得的学习机会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